练习题请各位待会到云端上面 来去下载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呢 一样在云端白板里面 所以你就找一下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Member Member记得把它点两下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这个是一个文字档 所以你把它档案 再从档案去下载格式 下载的是一个 我要是一个TSD的纯文字档 比如说像这边 这个就是一个会员资料 那会员资料里面的话 基本上它其实就是 从资料库里面汇出的 汇出成一个档案 那里面会有五个栏位 那我希望做什么呢 先把这个纯文字档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之后的话 那因为我要把它拿到哪里了 拿到那个我们的 这个Python里面做练习 所以请各位记得 把那个Member拖拉到 那个我们的SRC上方放开 把它做汇入动作 OK 所以把它丢过去 那边已经有一个了 所以我就不要再丢了 那这边就有一个Member 你把它打开来 这里面的话 总共就会有 从编号到手机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那五个栏位里面的话 总共会有几个会员 总共五十个会员 那我当然第一个 我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资料 第一个帮我全部读到Python 做法一样 OK 但是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会有三个延伸的变化 第一个 我只要这里面五个栏位 如果我希望我只要两个栏位就好 比如说我其他不要 我只要手机 就是我只要姓名 这一栏 跟手机这一栏 我只要两栏就好 那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我中间像编号 生日学型 不要 不要 OK 当然如果这个东西 在Eseo里面做很简单 对不对 你就把它切割完之后 把不要的栏删掉 但问题拍子不一样 因为它是看不到的 那怎么办 你要先丢到串列里面 那因为串列里面你有编号 你可以index 你把要的留下 不要的去掉 OK 这第一个需求 变化题 第二个需求怎么样 如果我这边有五十个会员 但是我只要前十个就好了 第二个变化 也就是我们现在是读进来 但大部分其实要做报表的时候 都不是全部的资料 你要的什么 你要的就是把你要的栏留下来 你要的资料塞出来 再把它丢出去 有没有 丢出去也只是一个表 也只是一个图 那我们现在第二个变化 就是希望留下前十个就好了 一到十 所以后面不要 怎么做 OK 那还有第三个 第三个我希望怎么样 最后输出 那就给我一个什么 一个Eseo可以开启的档案 就刚刚输出这个东西 但是我的需求是 因为我将来要给 他client端一般的user 他可能不会Python 他给他特殊档案 他也无法开启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 丢一个Eseo可以开的 这边最好是用CSV 如果最后用CSV输出的话 怎么做 那刚刚讲这么多 其实程式非常少 大概没几行就完成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这边有一个已经做好的 这个OK 其实基本上就不外乎开档 然后不外乎什么 不外乎就是读档 读档的话 其实就是用reline 加S 因为他其实不止一行 reline reline 读进来的话 就不是一个自创 而是一个串列 那我们针对这个串列 是什么 切割 留下我要的 最后把它写出去 变一个member.csv 这个总共九行 试一下给各位看 这边得到的结果 执行 OK 有没有 两个栏位 前十个人的资料 最后呢 档案有没有输出到 根目底下 当然这边可能要按右键 refresh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member member.csv 其实在Python里面输出档案 两行搞定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点两下 他会问你是不是用Excel开 把它OK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他就直接怎么样 他会 看一下他这边 他用预设的这个 内建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用csv 直接用那个 用Excel就可以把它开启了 大概是这样了 所以回去的话 因为今天时间内关系 大概就先讲到 只要回去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讲的这个会员资料 先下载 先放到根目底下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就是把它读进来 那我的需求 大概会有三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 留下 姓名跟手机两栏 总共有五栏嘛 我只要其中的两栏就可以了 第二个的话 就前十个人 第三个就输出成csv 那其实程式真的没几行 程式就只有九行 前两行是开档跟独档 后两行是一样开档 但是开一个csv档 然后再把它write出去 那中间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存取什么 就是你要切割的那些范围 所以我们基本上 我这个回圈的话 基本上就是跟他讲说 我要的资料并不是全部 而是从第一列到第十一列 因为十个人加栏位名称 另外第二个是我要的是两栏 两栏的话呢 基本上它编号一定是 0 1 2 3 4 一定是1跟4 所以只要留1跟4 切割的串列的1跟4就好了 那这部分就是我们要的 不过因为今天实验关系 没办法讲 回去也许 如果有时间 可以先自己拆拆看 然后面还有更多 类似像这种 应该是蛮接近工作上 会遇到的状况 如果你这些都可以搞定的话 那未来你要再结合一些 视觉化报表 说做输出的话 会更加的容易 其实不外乎就这些方法 那请各位回去先试试看